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在最新的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中 南洋理工大学,NTU 的人工智能学科直接冲到了全球榜首 没错,就是世界第一 这可不是随随便便得来的 南大这次是直接超越了清华大学 和多伦多大学这些顶尖名校 你可能会觉得这只是学校的荣誉 但从新加坡的国家视角来看 这其实是新加坡作为全球 AR枢纽地位的一个强力助角 你可能想问,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南大能从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 新加坡为什么能拥有全球? 顶尖的教育和学术排名 新加坡政府在背后到底下了多大的一盘棋 那个被称为AI,Singapore 的国家级布局到底有多狠? 新加坡又是如何把AI做成国家? 未来几十年竞争力的核心引擎的 接下来我们一起揭晓 南大在AI领域的崛起绝对不是偶然 而是新加坡AI,Singapore 这个顶层设计的直接胜利 南大校长何德华教授不仅是学术大牛 还兼任了新加坡全国人工智能核心 也就是AI,Singapore的创始执行主席 这种学观一体的架构在其他国家非常罕见 但在新加坡却成了制胜法宝 这种深度绑定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南大的实验室里研究出来的最前沿技术 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转化成国家的战略动力 而国家的政策需求也能第一时间反馈给学术界 在这次排名中南大的高水平研究成果 指标拿到了接近87的高分 这说明南大不仅是在写论文 它已经成了全球AI知识创新的发动机 AI不仅仅是计算机科学 更是一个复杂的跨学科生态 南大专门设立了计算机与数据科学学院 打破了传统的院系隔阂 把AI延伸到了更广泛的社会维度 简单来说南大不仅在教学生怎么写代码 更在教学生怎么思考AI与人的关系 南大强调以人为本和负责任地运用AI 这非常符合新加坡在AI 伦理治理上的全球领先地位 南大的AI教育里涵盖了大量的伦理探讨 比如AI怎么和人类社会达成契约 如何防止算法偏见 这种全方位的教育理念 让南大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是技术极客 更是具备全局视野的领导者 这种从技术到人文的全面覆盖 让新加坡在制定全球AI游戏规则时 拥有了非常重的话语权 南大夺冠的背后 其实带动了整个新加坡高等教育圈的集体进化 形成了一个非常科学的人才金字塔 在这个体系里 南大和国大聚焦的是最前沿 对算法研究和跨学科深度探索 培养的是那种能改变世界的科学家 而像新科大、新工大这些学校 则侧重于AI在工业和设计领域的落地实施 在新加坡就算你不是计算机专业的学生 你也可以选择AI作为复修 政府和学校要确保的是 每一个毕业生都具备基础的AI素养 能够应对未来的职场转型 这种人才梯队的建设确保了新加坡在各个层次 各个行业都有懂AI的人才 当AI技术落地到机械工程 电力电子等南大同样擅长的硬核工科领域时 这种爆发力是非常惊人的 这也是为什么南大能有 九个学科同时躋身全球前十 南大AI全球第一的战略意义 在于它给了新加坡一个撬动 全球资本和人才的超级杠杆 这个排名就是最好的广告 它会吸引英伟达谷歌这些科技巨头源源不断 递来新加坡设立研发中心 在新加坡的国家人工智能策略2.0中 学术优势只是第一步 真正的目标是让AI成为提升 每个行业生产力的水电煤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也觉得新加坡 的小国智慧确实值得深思 全球化人工智能的时代已经到来 每个国家每个学生甚至我们每个人 应该如何抓住这波机会 为未来做好准备呢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 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 请为我们点赞转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 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